你绝对想象不到 制造一台宝马发动机竟如此复杂 发动机的材质是由轻质铝合金制成 而眼前看到的这些金属就是制造发动机的铝块 首先工人利用叉车将大批铝块放入熔炼炉中 熔炼炉释放着800摄氏度的高温将铝融化 然后将融化好的铝水收集在一个巨大的容器中 与此同时 工厂的另一边在准备制造发动机的砂膜 而这种砂膜是由告石砂和胶水以及硬化剂混合而成 虽然这种砂子可以承受住液态金属的高温 但是也仅仅只能完成一次注目 将砂膜制作好后 由机器手臂进行检查并且将其打磨平整 随后铝水将从模具的底部进行填充 铝水凝固并形成砂膜的形状后将会进行下一步处理 工人利用起重机将模具掉至工作台上 用锤子将钢体上多余的砂子敲掉 然后通过3D扫描技术检查钢体是否合格 而钢体的活塞孔利用机器进行打磨 完成活塞的打磨后 工人拿着手电筒对钢体进行严格的检查 随后工人利用工具 将连接在一起的活塞与连杆安装在钢体内 利用机器手臂安装曲肘 最后工人利用起重机将气钢盖安装上去 用螺栓将其固定 完成后工人会对发动机进行测试 利用远程技术点燃发动机 测试其在不同速度下的动力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以及其他的关键性数据 通过所有测试之后 这台发动机便会送往工厂的主组装线 以上就是宝马发动机的制造过程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